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晨一定有短暂的缺氧息 加之婴儿的大脑发育尚未完全 脑部供氧不足必定造成 智商二十 好不容易经历 千难万 阻到了他老爹手里 这里提一下 根据演义记载 当时他睡得很香 我怀疑并非如此 很有可能是缺氧造成的暂时性休克 处于生死边缘 刘备为了收满人心 便把他扔于地上 我推测这样一来 反而因祸得福 救了他 但牺牲的代价时 智商二十 从小就失去七年的流产 在这种单亲家庭内成长起来的他 缺少莫爱 其父也忙于南征北战 可以说如从孤儿般 对于他后期健康成长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心灵一定有创伤 人格也会有点问题 种种负面效果 让可怜的阿斗 无奈之下 承受着后人的责骂 基本上提起 他 就会让人联想到出于傻子之类啊 而且 蜀汉灭亡多多少少有他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不是诸多历史因素 给我们的阿斗造成只有烧奔工的智商 我想搞不好会是青出于兰 胜于兰的有一青年 诸 智商按正常人水平计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